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作为中共新一轮经济改革标志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即将在月底正式运作 有消息说中共当局将会解除自贸区内的网禁 在区内开放政治敏感的国外网站 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 自贸区内人士将可以自由地浏览 多年来一直被中共当局视为是政治敏感的一些国外网站 包括全球的两大社交媒体 Facebook和Twitter 以及纽约时报等报章的网站 报道援引了了解内情的匿名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 自贸区管理部门将会邀请国外电信公司 镜头区内的互联网服务牌照 报道说因为问题高度的敏感 而要求匿名的政府消息人士说 自贸区若要吸引外国公司投资 让外籍人士能够安居乐业 就必须要打造一个宾至如归的环境 因此必须要开放网络 不过开放网禁只在上海自贸区范围内进行 中国大陆的其他地区仍然是无法开放 这周新闻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迅速引来了 网民们的热烈讨论 很多人就将上海自贸区戏称为 网络新租界 网络特供等 他们批评中共当局对待洋人体贴 却从来不让本国的农民工 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建议改国名为外国人民共和国 有人说中国人翘首期盼已久的解禁 却是专为外国人打造的形象工程 真是讽刺啊 也有人还联想到了当年旧上海洋人租界内 华人鱼狗不得入内的往事 悲叹的说 立刻觉得自己都不是人了 四川省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9月24号发生学生罢课事件 近2000名的学生集体罢课 抗议校方管理不善 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罢课学生集体聚集在走廊和操场上 抗议宿舍经常断水断电 食堂的卫生恶劣 还有收费高等问题 校方在事后是否认有罢课事件发生 而当地的教育局则指称 是一小撮学生煽动罢课的 广东连江市9月23号发生了 武警暴力镇压村民事件 有十多人被打伤 数十人被抓捕 据海外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的报道 9月22号 连江市车板镇派出所到谢帝村抓赌 当场打死一名54岁的男子 警方担心事情暴露 连夜抢走尸体毁灭证据 23号的谢帝村全体村民 及部分的邻村村民 围堵车板镇派出所讨要说法 并要求能够归还遗体 吸引了上千人围观 连江市政府出动了数百特警 武警暴力镇压 打死包括死者妻子和女儿在内的 十多名村民还抓走了数十人 那么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 感谢观看